要走這樣三十年大月的話 您可以講什麼 它的要Base在它的條件是 什麼叫什麼 很寒的那個什麼 冬天啊 冬天嘛 齊冬 對對對 黃永信啊 譬如說 譬如說它這個丁日祖生 假設官生是丁日祖生 官生祖是幾月生 丁然後五月 那你不敢試用這個 官生不可能試用這個 以示兵母定位 冰生止月 如果你是 對你冰生止月或駭月啊 那肯定可以以示兵母定位 你是駭月生的 子月生的後醜月都有可能 醜月都有可能 這個的話呢 這個月份 真日 這樣它以示兵母定位都有可能 那走到以示兵母定位 它肯定要發 但是發到什麼定位 看你開整看你的命 如果你是身強 身強個人 這個柱啊 這個柱上面看到幾個東西很重要 最好是臨著你的日主旁邊 要不是正偏才 就是什麼 實成三關 正的不要太多 正的 正的賺不了大錢 最好有偏才在 如果你這個正才是偏才還可以 但是一定要有偏的 實成三關要有 實成三關要有 你去把那個 你去把那個誰的命牌拿出來看 李嘉誠的 山柱偏才 山柱偏才 賺到歡樂 他的兒子也生 他兒子不是傷官透乾嗎 傷官透乾就是穴秀吧 傷官是生偏才的 所以偏財比正財好 偏財比正財好 是因為他能夠賺的大 賺大的 但是你 如果偏財如果是賺大的錢 可是他的條件就是一定要走到發財之際的大力才會用 這種類似於世面一定會這樣 所以每個人叫你大手不一樣 偏財旺 時商透乾的禮貌的話 但你肯定在哪裡 如果你今天不是偏財旺 你是正財旺 那有什麼用 公務人員而已 公務人員啊 出差費比較多一點 做生意的人一定偏財比較旺 時商比較旺就是做生意的人 或結財也不可能 如果你也有可能接財 接財如果你是屬於生魯格 公結財的話 那有可能 也是蠻厲害的 所以老師 你這個是說 生強者的那個要命令要害之仇的樂主 因爲我們是要配了他能夠 因為我們是要配了他能夠 你要配了以示兵武兵衛 以示兵武兵衛 會用什麼 對 就要這個月份會用 老師 所以以示兵武兵衛 必須要火還是什麼 沒有沒有 喜目火為一 喜目火的人 喜目火的人一定是有最大 答案一定是生 那個喜目火 你是兵武兵衛 有沒有可能這種格局是 有沒有可能這種格局是生強 你認為有沒有可能 有啊 有可能啊 這可能生強 為什麼 因為他的下面 他兩邊 有幫到他那樣的嗎 這種人就有可能生強 但是他是這個樣子 那有可能啊 他的啟動是 這是他的啟動 那也有可能是生弱格啊 有可能啊 有可能是生弱格 如果好 這是屬於生弱格的人 但是他要的是啟動 他東西也是沒有意味 假設好 你們要 你可以開下來 我再講一句話 不會啊 老師 我搞混了 你剛剛是說 啟示兵武兵衛是走到這個兵式 還是說 你的命格放出來是啟示兵武兵衛 不是 啟動吧 不是 啟動吧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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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大力 好 無論身強 無論身強身後 假設我們這邊 跑出來看到是什麼 假設這個是官生的命牌 我覺得官生會發大財 這個地方 心經 這個地方也是心經 那肯定 這兩邊一定是偏長的 這一定也是偏長的 那這種人他還會生強嗎 那基本上不太大 你光是靠這個也不一定生強 靠這個也不一定生強 靠這個也不一定生強 他還是力量補兵 所以他已經沒辦法 這一定是生弱 被隔離了 一定是生弱 所以他極為生弱 那種很極生弱 寒熱 很寒的命 這個很寒的命他要活 他一定要活 他活的話他只要大力來 假設就是從四十歲開始 四十五十六十 一九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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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沒有don't care 他就稍微生產生命 胡瓜要花四五十年 二十幾歲花到現在 六十歲還這樣花 胡瓜就花四十年 林州 胡瓜 胡瓜 他已經走四十年 他都被送斷過 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因為有些都死掉了 早點通過 他也太多 但是你們覺得 這有一個爭論 你們覺不覺得 什麼樣的人比較 身強身弱的比較起來 哪一種的人比較容易有憂鬱症 如果以理論來講的話 身弱比較容易有憂鬱症 身強是認財官殺 你如果認官不是欺殺正官來克里的話 你會更強壯 對不對 身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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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壓力 你可能動不了 逃兵啊 身強的人 都給壓力會逃兵 身多的人 所以理論上來講的話 憂鬱症比較多會有屬於身多的人 當然身強的人也有可能憂鬱症 因為給他太大的壓力 壓到過頭了 可能過頭了 但是比較起來 身強的人抗壓性分 所以身強的人需要很多朋友來 對 欺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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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身強的人就自己搞定 這不需要朋友嗎 對 不需要朋友 那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這一個是告訴你什麼呢 好 這個就要看 名子 名子 名子的話 看他喜用的時候 他喜用叫木火 他喜用要木火 木火是在上面對不對 叫餅 在餅 這是他要的 他的喜用在頭部 那麼他記得在下面一字 所以是由下來刻上 所以是地藥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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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玉 那麼他在這個玉石上走到一個局 走到一個局 所以他這個玉石上是波折比較多 比較辛苦 早年的他在讀書 玉石還不錯 修完了佛事 後來再過來的時候 他都要比較辛苦 都會在這一段發生 不過他博士在2014年 修到第二個博士 更早前的話 他第二個博士在2014年修到 所以到後就回到台灣 所以他2014年回來台灣 就接了很多學校的老師 東奔新華 那時候不是正職 到了2017年之後 才開始申請到正職專任 申請到正職後 他要接到西上的一些職務 還有排隊活動 所以很累 所以他先生應該心臟很大的 他沒有先生 對啊 這個還沒有結婚 對啊 他先生應該會很大的 他傷官見官 這種的南華教義 意見特別多 意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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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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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意見特別多 很多意見 不管你講對角錯 他全部都是有意見 反對 反對聲浪比較大 一個是上官的人 但是呢 有事情來 先跑 對 上官承受不了這樣 上官的人不敢 有事情來先跑 沒事情的時候 意見特別多 不管他身上身弱 所以碰他這樣的特質 可是你覺得他會不會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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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會有錢的人 你看那年輕 就讓他去收拾國師 他年輕的時候就有錢 他在這裡非常有錢 未來我來看他也是真的會有錢 未來我來看他也是會有錢 對 只是他的麻煩是很多啦 他這個人的口聲是非是多的 因為商官見官了 口聲是非是多的 口聲是非是挺多的一個人 這會課到障礙 那這樣他也會課夫耶 然後再來事業不會 他比障礙還厲害 所以就課夫難了 對啦能力太強了 就課夫 他的職埃 職埃 工作職埃 職埃 他是不是不順 他目前還可以 他已經是一間專任的老師 才藝大當教授 可是他未來會得生 越來越多的人 在他career上一定會有問題 蠻厲害的一個人 但是 對啦 工作人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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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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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也是事業 事業的方法 他也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 有會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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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會結婚很簡單 走三更大力就要離婚 那他現在 我們要解決他問題 他現在要先結婚 所以他會不會結婚 會結婚 我沒有看過了 會結婚 但是我要再往後看 如果走到三更大力會結婚 他結婚還沒 他現在還沒遺遠 因為他太挑了 還有一個就是去 好 看政官在哪 知道在什麼 因為 夾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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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 還好而已 那什麼東西克 克甲 一定要找一個金來克克甲 或你看這個根金 根金是來克甲的 所以 未來先生會不會出動 就是看三更大力 所以他要結婚 可能是來七薩 來政官大運 可能沒辦法結婚 兩個三官在那邊克 本命就克了 對 七薩也可以 其實在政官 可能要走七薩 因為政官來度 兩個三官見官 可能結不了 一場結婚 叫ager 二根 要找一個合根 把它合出 要不然 對 找一個 以來合根 然後流點出現一個 再來一個關 先合根 再來一件 流點夾 好我告訴你嘅碓怎麼辦 了解嘅碓 嘅碓就是 身上展的底字 把他的根給合掉 他的身上全部都是蟻 不然穿了假蟻 穿了這個假蟻還是什麼 上面寫一個大蟻 這個插輪的標誌 異象的東西 去把他的三棺給合掉 下面有個荷蘭 總有學生 一二三三十三棺 所以他至少要三個蟻在身上 老師 你有試過這種方法 那三歲齁 去太尼針 太尼針 全部都贏 孤孤祕神 太尼針神 去學祖為首師 梅蒂老師 你有試過這種解法嗎 其實我認為會不愧 你要建議 你要帶子 效用如何 效用要去追求 有證詞到了嗎 我通常都是在風水上面去做 風水這個比較強 他正常帶來這個狀況 我都沒有去管他 但是我知道就是有這麼一個方法 像相關見關 通常我們要把相關給合掉 這個是一般的 命理上就是這樣子的解法 這個 這個 這個上次也是 沒有想過了 在這個歲運的時候 就去世了 在歲運的時候就去世了 那這個這個時候 在走什麼呢 你看 這邊有個大運走衰 你看 大運進行衰 病死褻缺 走衰 就不會很好 那麼 這個裡面看到什麼意思呢 人誠 人誠是什麼 人誠是不是我的使用 我洗用 我洗用清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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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人是我要的 下面就是塵 那這個塵土 這個人課的水 這個塵土你還不能叫它結角 因為塵土 水負 水負 所以他結成 不能列為 結角 結角 如果你是人虛啊 那就對了 如果你是人虛啊 人虛大運就對了 虛文我負嘛 虛文我負 那就是對了 對 這個地方就是河道 你看 在這個時候併發 後來到了198過年的這個時候 就是人虛 這個虛呢 就跟這個某那個河道 河道裡以後呢 某虛合化火 火就是我的基神 我就是我的基神 那麼這個虛呢 就把這個毛骨殼 或者以後就把這個偏移帶走 或者是把這個 這個支不是父母親嗎 這個偏移 因為本命裡面沒有針 就用偏移來看母親 所以偏移可以被河走 河走就去世了 如果是河神洗神 就不會 河神洗神 一個丁有靈 母親就生病 其實河神洗神 你會走 也會走 那這怎麼看 因為這個問題上次有講過 是 你和你老公兩個人 感情非常不好 你老公一天到了 就是要跟你花錢 結果趙也文天呢 那個 那個油臉就 居然把你老公被河掉了 河掉了就離婚了嘛 對不對 那你要開始 洪土大戰 所以河掉就是好的 河掉也是離婚 離婚一般人聽起來 根本就是不好的事對不對 可是沒想到 一離婚 大家還要開始洪土大戰 就是要洗六神 分手快樂 所以 所以 他說 我一個想法性的 分手 分二十億 一個四十億 我剛才看我講 你講話 我也蠻講話 是不是 所以 河掉到底是起嗎 還是 起 如果是起的話 表示說現在離婚了 對我來講 我失去依靠 不好 如果河掉了 是啟用 表示說 你重新 補足大戰 那是應該離婚的 那是應該離婚的 離得好 啟用是這樣看的 好 所以呢 河掉以後 對我來講好不好 好虛河化我 河掉了 對我來講好不好 對 好虛河化我 就變成我的禁 對不對 對 河掉就對我來講不好 也不是來過的問題 就是 失去一個住緣 你知道嗎 從此以後 就失去一個住緣 對 母親不在 父親又對我那種態度 對 對 當然這是不好的事情 好 好 這個 差不多 這個人講過了 好 我們下一個就要開始查一下 行各個十神大運的行為的現象 行各個十神大運的行為 行各個十神大運的行為 所以每一個十神大運行為 每一個十神大運行為 會有歡喜的事情 自己的客人會怎麼樣 其他人會怎麼樣 不是這個有含游年嗎 這個人有講游年 也有講運的 好 我舉的例子是有運的也有游年的 要混雜在一起 行歷間截財運的稅運的時候 稅就是代表游年 運的話是打運 稅運 所發生的事情 大家都是妻子 父親 妻子 因為妻子是財法 截財 截正財 父親也是正財 男命正財為妻子 女命正財為父母 還有兄弟姊妹 兄弟姊妹真的截財無間 同儕朋友無間截財 以及本身的想法 言行還有賺錢或破財